出手時如果忽然間不記得歌詞 我會怎樣呢? 我會… 涙了它 我最害怕的生物是蟑螂 吃飯時最討厭其他人的行為 是12個人喊了11隻蟑螂蝦 昏不暈 只有最懶惰的行為是 我睡到1點醒了 然後吃一點東西 然後3點再睡過 我最奇怪的生活習慣是 經常都不再苦行出廳 又要做音樂 又要做其他東西來養著這個興趣 那你有沒有試過沒有錢花 還有何時才有錢付錢家 我一向都有付錢家 多多少少都會付的 但是真正可以做到平衡 我想都是15年開始 爸爸媽媽一定會很關心 就算你賺多少都好 她都是不想花你什麼錢 甚至乎內疚到覺得做音樂是罪過 我說爸爸媽媽要吃飯 然後我發覺 我覺得打場哪路都貴 我是覺得做音樂是一個罪過 那是一個很情感的想法 但是音樂本身沒有罪 我不是要去挑戰這個理想 是不是音樂累死我 是不是我太過理想主義 不是這個意思 不應該是這樣 要學習的是怎樣去營運這盤生意 才確保理想依然是很有專業 寫歌出去賣其實是賺不到錢的 是找工作也是找不到的 而且很古怪的 在這個行業如果你找工作 就更加沒有錢 能夠賺食的工作我是很喜歡接的 什麼工作我都喜歡的 我最討厭接了那些 接了回來又找不到食物 不知道做什麼的作品 有很多這些 根本有很多東西 不只是計算數 而是計算的機會 但底線是如果同一件事 打字那個有錢 印刷的那個有錢 打台灣有錢 為何長安無錢 那是不合理的 又要有你自己的尊嚴 但你又要知道這個機會 帶來的是什麼 這個機會換回來的是什麼 有些東西 當它是用到你的專業 而對方是沒有尊重你的專業 其實是有價值的 而將那件事變成免費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尊重 人家不喜歡我的歌 其實我真的無所謂 因為音樂是很主觀的 最不開心的是 一些你覺得很重要的人 其實他未必會感受這個 我覺得這種人和人之間的尊重 才是個打擊